我們可以看到比例佔最高的 是我最不想的 因為這門課我剛剛講過 這門課其實是有一點難度 但是呢 居然有十位同學 是選的是你的這個程度之入門 不過沒關係 如果你選這個 第一個你可以有幾個選項 第一個 你要不要考慮 退選 這是 我不是說我排斥各位 是說這有點難度 第二個選項是 如果你不退 那你就要認真一點 你就要想到 你要花比別人更多的時間 所以 我是很直白的跟各位講 因為我不會說 意思是要把你們留下來 然後你們很痛苦 因為你 但是也不會說 我把你留下來 那什麼東西都不給你 然後讓你很痛苦的學習 我會盡量的把我該紀錄的東西 很完整的紀錄給各位 但是呢 你可能也要有個心理準備 就是你要更花時間 因為別人可能上課上完就會了 就聽懂了 但是呢 你可能因為你的程度是落在這裡 所以你會比別人需要更花時間 可是也還OK 我覺得如果你 不過前提就是你要把時間挪出來 也就是說你約於上課三小時 你回去你一定要再額外再增加三個小時 去補這個空缺的部分 OK 所以請各位斟酌一下 那第二個如果你是選這個進階 有七位同學 其實也不值得高興 因為這個課其實又比進階 還要再稍微多一點點 所以你如果選進階的話 可能也還是要多一點時間去複習一下 如果你選高階 可能你學起來會是比較從容的 不過以問卷裡面看 目前填的只有一位同學 OK 好 那意思就是說 因為我每一次我一調查出來 每一次真的差距都太大 真的 有些班程度都超好的 那我上幾課我就可以用飛的 對喔 還講得很愉快 大家都會過 OK 但有些時候不是 入門很多 講完之後 大家好像全部都沒有反應 一片死疾 我想說這什麼狀況 因為大家可能還是 還沒有進入狀況 所以也許我會做一些調整 那至於上課內容 你的部分哪部分為主 那大部分同學是希望 Python處理Excel方面的資料 這個我會提到 然後再來就是說 有關Excel的部分 好像有些同學也會提 那所以也許 這些我會再斟酌怎麼樣把它加加 最後還有比較多同學想要學的 就是有關那個網路爬蟲部分 跟各位講喔 這個是一定會提到的 只是說它是在比較後面 為什麼 因為你必須要先把前面很多地方 該學的學完之後 才有辦法拿Python去抓網路上面的資料 OK 所以我們還是會按部就班 來跟各位做說明 那為什麼來上這門課 絕大部分是因為自己想要多學 沒有其他的原因 然後另外一個同學剛好需要 另外的話因為興趣 OK 其他的話就是如果你有留 這個沒有的話 那我會把今天上課影片 也寄給各位 給大家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就 把剛剛我上這個 課程剛要稍微說一下 那我快速run一下吧 因為到底我們這門課 上哪些內容 然後能夠只有10周 所以其實說真的 時間並不長 要在這10周裡面 把最重要最精華的部分 給各位 實際上其實是有點難度 不過因為這門課 當然也不是今天才開設 所以我盡可能的 把那個一些重點 跟各位做說明 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課 這個 關於我 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話 我的名字 吳清輝 那你在Google上面的話 如果你Google吳老師 前面三個 你如果Google吳老師 前面三個應該都是 兩個還是三個都是我 第一個就是我的教學部落格 第二個就是我的 這個YouTube頻道 我有個YouTube頻道 訂閱人數大概快要破三萬了 OK 三萬什麼數字 如果你們有在經營YouTube 大家就知道 其實不多也不少 不過 我不是那種YouTuber的那種 YouTuber那種 隨便 他們影片應該都 非常的 吸引別人 因為 不然就是 就是 正妹 不然就是 行男 對 但我都不是 我只有上課 OK 不過我有這麼多人觀看 我也覺得 還蠻值得開心的 裡面大概教哪些東西 我曾經教過的語言 實在太多了 之前有 剛剛跟各位講過 Excel VBA Excel VBA上面蠻多的 還有像手機的APP開發 或者像之前的Java 或者是 網頁上的PHP ASP 다 很多事情就搞定了 我是那種人是 我希望做事情是一勞永逸的 就是我不喜歡說我今天做一次 那我明天還在做一次 那我後天一直做同樣的事情 我會覺得很煩 所以我會想說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做一次 這件事情再也不會讓我煩心了 後來要見了 學程式就對了 真的很多事情 程式寫完了 很多事情就通通搞定了 而且不會有人來煩你了 你只要看到資料有上去 所有事情就自動就 按照他應該做的事情就完成了 所以很多事情 像這一次口罩有沒有 有沒有像什麼 不是有什麼 什麼系統 好像也是後面背後工程師 花了兩天時間就馬上就搞定了 其實這做完之後 對於整個防疫是非常有幫助的 有沒有很多事情都這樣 所以其實學Python 或者學VBA 其實主要我覺得你也可以去思考 有什麼方式學完之後 你也可以讓你的工作 變得更加的有效率 那有效率之後的話 其實再來你才有辦法去思考 你的所謂的生活的品質 因為如果你沒有有效率的工作的話 你會發現你會花太多力氣在工作 所以很多人可能他一輩子 所有的 不是說大部分時間都在工作 那所以他就沒有多餘的時間 去跟你身邊重要的人相處 OK 所以像我就是盡量能夠前面很辛苦 但是後面就比較輕鬆了 所以你也可以在我部落格看到一些吃喝玩樂的東西 你也不要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其實不是那種會太focus在工作上 但也不是完全不focus在工作上 就是我會適時的能夠跳脫 然後能夠讓兩者之間達到一個平衡點 OK 這是最好的 不然的話有的時候 你很努力很努力工作 但是你忽略到很多你身邊重要的人 你需要陪伴他的時候 結果你卻沒有辦法在他身邊 對不對 你看很多人回憶起來都 我覺得對誰誰誰很虧欠 對我老婆很虧欠 還好我現在不會這樣 因為我老婆覺得 你怎麼一直都這麼有時間 我 算了 講重點 OK 所以 這是我 為什麼講這個 做我介紹就是 再來的話 我的相關介紹 在這裡 OK 那 我的潛力在這裡 其實我在部落格上面也發了大概 差不多千篇的文章吧 然後YouTube 上面訂閱人數也大概三萬 那之前曾經有創業的經驗 在一家公司擔任那個執行長工作 也拿到經濟部 金峰獎 傑出創業館的獎項 OK 然後擔任那個資訊公司的顧問 OK 那目前的話 在一些學校 或者推廣部 這個開一些相關的課程 其實主要就是 把一些經驗 分享出 給大家 我之前的一些想法 OK 然後還有在一些 企業做一些內訓 像一些統一證券 全球人壽等等 OK 好 那在這個中央自公系 最近也開了這兩門課 跟我們這有關係的 然後在志強這邊的話 在109年拿到最佳人器獎師 OK 然後也拿到那個 就是教學主義貢獻獎 然後趨勢先鋒獎 OK大概這樣 那我自己本身的證照 也超過30張 然後最近的話 跟這個有關的 我們上課有關的 就是這兩張 就剛剛跟各位講 那個 Python 3的那個 程式設計 跟Python 3的 網頁擷取與分析 OK 這兩張證照 我覺得都還蠻 蠻值得 當一個目標吧 如果你想要把Python 變成你的專業之一的話 也許可以朝這個方向去思考 但因為如果說 你實在不知道要做什麼 努力的話 也許你把這兩張證照取得先吧 OK 至少沒有100分 至少我覺得 如果能夠考過 我想你應該有個70分了 再怎麼樣 你履歷也會漂亮一點點 對 這樣如果有相關工作需求的話 人家說你會 你有沒有Python相關的專業 說有 怎麼證明 對不對 你就把證照拿出來 對不對 至少沒有100分 至少我覺得也有一個基本 所以證照長這樣 OK 給各位看一下 因為這樣的關係 也在那個文化推廣部那邊 就是帶了一些學員 這些學員其實都很多 其實都跟各位一樣 完全沒基礎 上一級位同學 但是很開心的是 他們在很短的時間把證照考過 而且我覺得 哇 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每個人都超認真的 把題目全部練熟 然後呢 真的拿到這個證照 那當然呢 之後的發展 我想至少啦 因為 證照有時候我覺得 是建立人信心的一個方法 因為你有信心之後 你就覺得很多事情 就不困難了 但如果你沒有信心說真的 即便你想做 你會覺得 師傅 人家我怎麼可能會進到那個公司 人家為什麼會要我 但如果你有信心的話 發現很多事情就變簡單了 OK 所以這個部分跟各位說明一下 這個是我的頻道 裡面就是一些相關的影片 如果你對VBA不熟的同學 我是建議 推薦各位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因為裡面有非常多 你需要知道的事情 知道的 需要知道的知識 OK 反正你就把它當什麼 你就不要再看政論節目了 你就看我的頻道就好了 OK 政論節目每天都 就這樣 然後 對不對 而且每天打開新聞 就是一些疫情的分析 有時候就想 你倒不如你不知道看什麼 你就看我這個頻道 OK 好 然後再來 這個是 證照中心也找我當那個諮詢委員 OK 所以我也幫忙協助他們審題命題 另外的話 參考用書大概就是兩本 OK 一本是什麼呢 叫做Python的初學特訓班 不過我不確定說 這邊是不是會幫各位 去購買這本書 我不確定啦 因為之前是好像會 幫你們把這本書買了 好像就直接給各位 不過現在是不是也這樣 我不確定 另外一本是 Python的自動化樂趣 這本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先去翻翻書店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我不完全照書上的知識 因為很多時候 每個人的那個寫作的方法都不一樣 而且這個書裡面 教各位的那個 比如說環境設置 太麻煩了 而且不是很理想 所以呢 我換了一個方法 像剛剛懶人包有沒有 就很快就可以開始寫 但如果照書上的方法來做的話 恐怕今天光那個環境設置 就是我們講到下課都還沒講完 OK 而且那個環境 好亂起來 光安裝環境 我之前裝過 半個小時都裝不起來 然後裝完之後的話 再裝了一大堆東西 好幾GB的東西 而且 裡面裝什麼 我根本不知道 那我這個好處 就是它的環境非常輕巧 直接就放 有沒有 下載其實好像200多Mai跟30幾Mai 所以其實檔案不大 那如果說你回到家 想要再重新設置 也是一樣的方法就OK了 好 那待會的話 還有 那為什麼要學習Python 你為什麼不去學其他的 像什麼Java C++ C 其實 重點就是這個 因為它比較簡單 真的 如果你寫過Python之後 再回頭去寫Java寫C的話 你就會說 實在是太複雜了 因為Java裡面 很多東西你一定要做 比如說像什麼宣告變數 像光Java宣告變數這部分要講很久 可是Python不需要 為什麼 因為它不需要特別去宣告變數 那你想說那變數怎麼建立 很簡單 就是當你第一次賦予給它什麼 比如說我給它一個數字 我給它一個3 放在變數裡面 它裡面就放3的一個整數的一個形態了 也就是當你放什麼它就是什麼了 那這個觀念有點像Excel Excel也是一樣 你那個儲存格裡面 你放什麼 它也不用宣告 你放一個數字它就數字 你放文字它就放文字 你放小數點它就小數點 那Python其實也有類似的這個使用方法 只是說Excel它的好處是看得到視覺化 OK 那Python是看不到 因為它放哪裡 放變數裡 變數放哪裡 記憶體裡面 Memory 記憶體在哪裡 拆開來你也看不到 所以是非常抽象的東西 那也就是說如果你學Python 跟學Excel最大的差別是 一個是具體的 看得到的 一個是抽象的 所以你們將來慢慢要培養 如果你要把層次寫好 慢慢要培養那種抽象的那種思考模式 就是你要想像說 它有點像Excel 所以如果你實在 暫時還沒辦法進入中 你就把它想像是Excel 對不對 可以 很像 所以有的時候如果 舉例的話 也許我就舉例用Excel來舉例好了 你們會比較能夠理解 OK 然後其他的話呢 還有什麼優雅 不優雅 暫時你們應該沒辦法感受 因為你當你還沒學好之前 怎麼優雅的起來 OK 然後明確 OK 大概會有這些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會有幾個單元 第一個單元就是我們今天講的 Python的開發環境的建制 所以今天至少會完成這件事情 單元1 那單元2的話呢 如果後面還有時間的話 就基本的語法 所以如果建制好 我們會開始寫第一個程式 再來的話就結構控制 那結構控制的話 這邊多一個字 這個字 結構控制的話就是 其實如果你以前有學過Excel的話 其實它就是一幅 就什麼 邏輯判斷 那如果說你今天要做邏輯判斷 有一重邏輯 兩重邏輯 如果VBA的話 它有多一個Ls 對不對 那在Python裡面的話 就等於是 但是為True的話就是一幅底下 else就反之 如果false的話 那在Python的話也是一模一樣 如果說呢 還有 除了兩重三重或叫多重 那怎麼敘述 這個後面我會跟各位說明 其實還蠻簡單的 那你要慢慢熟悉這種語法 然後呢 再配合後面所謂的回圈 這什麼叫回圈呢 回圈就是重複做的事情 你就讓它重複做 比如說我網路上所有的資料 幫我爬下來 然後呢幫我把這些資料呢 按分門別類的放在 它應該放資料庫的欄位裡面 那這個就是什麼 回圈 全部爬下來就回圈 全部喔 OK 全部 然後呢分門別類就是什麼呢 結構控制 就是做邏輯判斷 這個東西放哪裡 這個東西放哪裡 OK 然後後面當然你要放哪裡的話 你後面還會需要什麼 放個資料庫 或者放檔案都可以 不過放資料庫會比較多一些些 但是如果在Excel裡面的話 就直接放Excel就好 比如說放A欄 放B欄 放C欄 放D欄 OK 所以其實他們之間 有很多地方是相同的 只是說因為不同的工具 可能它的那個使用特性不同 會讓你感覺是不同的東西 你實際上我來看 其實很多地方是一樣的 OK 所以盡量這樣 那後面還有像串列跟字典 那串列字典是什麼 其實有點像Excel裡面的那個 哪一個範圍 你就可以放了 在Python裡面叫串列 如果兩欄的話叫字典 字典就是 有點像兩欄式的這種概念 OK 那其他的話呢 這個是第一階段入門 第二階段的話呢 我們就會再來講到 網路上面的資料存取 包含什麼呢 包含網路上的開放資料 我會先抓什麼 CSV 抓Jetson 比如網路上蠻多的資料 像停車資料 像PM2.5等等的 或者像現在什麼疫情資料 開放資料 像政府現在所謂的開放政府 他會把大量的資料都放網路上 那你自己去抓 可是問題喔 他是放RAWDATA 什麼叫原始資料 可是問題 我們一般習慣是 最好你給老闆看 說老闆RAWDATA 給他一定會罵死你 他希望看到什麼呢 就是你把它撈下來之後 做成報表 然後做成圖 圖表 對不對 然後馬上做出來 是最好的 可是問題是中間要怎麼處理 那我們當然要分門 分階段 第一階段怎麼把它GET下來 第二階段呢 再結合一些 怎麼繪製圖表的方法 再把它再做出我們要的結果出來 OK 後面的話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如何 我會舉一些例子 不同的格式怎麼處理 然後雲端的資料怎麼去 最後用什麼Pandas 處理像Excel4傳表 或者是Pandas也可以把一些資料抓下來 做後續的處理 甚至放到資料庫裡面去 甚至做成視覺化的這個報表 OK 大概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大概會有分兩個階段 所以 大家有個心理準備 就是 第一階段可能前面這個比較簡單一些些 OK 後面的話 稍微 就會更進階了 不過前面 第一階段 如果你沒有學好的話 後面我講 你可能問題又更多了 所以我們按照 按部就班的 一步一步來 OK 所以今天的話 當然我們就 開始進入到第一階段 就是把那個開發環境給建置起來 那因為建置環境 我最早剛開始開這門Cruise 我發現 真的光這個部分就耗掉太多時間 可是好像也沒意義 只是把環境弄起來 所以後來我就想一個辦法 懶人包 所以為什麼懶人包 趕快 重點並不是在弄環境 每天弄環境 所以以前很多同學 光弄環境都從第一堂課 弄到最後一堂課 學到什麼 老師一直教我們把環境弄起來 你學程式呢 程式好像沒有時間講 就結束了 所以最重要應該是 如何撰寫python程式 用在你要用的地方上面 對不對 所以呢 所以我就幫各位想了個方法 所謂的懶人包 那也是剛剛跟各位提到那個懶人包 那那個懶人包部分的話 當然你可以從雲端上面 找到我們的雲端這邊 這個所謂的安裝環境 其實是有兩個 這個2018這個2019 那就這兩個 OK 那這兩個檔你把它下載 已經下載了 在這裡有沒有 所以在資料載中顯示 那如何把這兩個環境 放到我們需要放的位置 並且讓它可以被使用 一 這個時候 我先下載到我的下載區 有沒有 這個C碟的下載區 那請各位第一件事 就是把這兩個檔案 幫我剪下來 放在C碟的根木屋底下 OK 因為我現在放下載 那怎麼放 把這兩個這樣 你就把它剪下來 選取它 剪下 或者你直接搬到C也可以 剪下 然後再切到你的C碟 我的C碟在本機 本機裡面的C碟 如果你有低碟的話 我是建議你放低碟會比較好 因為C碟好像一般是放系統的 OK 因為我們這邊電腦只有C碟 所以我就只能放C 所以把它貼上 按右鍵貼上 放在這邊 那它會有什麼 必須提供什麼 系統管理員權限 那你就按繼續就好了 OK 再繼續 這個時候的話 再繼續 這兩個就翻過來 再來的話 請你分別把這兩個解壓說 那怎麼解壓說 應該會吧 按右鍵 它這邊有那個 理論上 一般的電腦會裝那個什麼 7VIP 或者什麼WIN RIR之類的 你就按右鍵 直接解出來 但因為我們這邊電腦沒有裝 所以你就按右鍵解壓說全部好了 然後問你說 你要解在哪個目錄啊 我是建議 不要多一個目錄 所以請你把這個 C冒號 就C碟底下 這個目錄拿掉 不然的話 如果解出來之後 它會多一個目錄 因為它本身就有一個目錄 直接把它解到C碟 OK 按解壓說 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就解了第一個 就是叫 Eclipse Python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一樣跌 就等於兩個 所以這個一樣 按右鍵 解壓說全部 然後呢 一樣喔 就不要多一個目錄 否則的話 將來 會變成目錄裡面又多一個目錄 你在操作上面就比較麻煩 OK 所以把這個按右鍵解壓說 直接解到跟目錄 一樣解 解壓說 OK 就這樣子 好 所以呢 就解完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喔 目前在解啦 不過你會看到 它解完之後 會在我們的 這個跟目錄底下有沒有 這一個 就被解到這邊了 這一個 就被解到這邊了 那其實呢 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拉鍊嘛 表示它是VIP 它是什麼 它是一個壓縮 那解出來之後呢 它就變資料夾了 其實就是什麼 因為放雲端上面 你放資料夾很不方便 所以我會把它壓縮放 在那個雲端上 但是麻煩的地方就是 你必須要額外再解壓縮 OK 然後解出來之後 然後花一點時間 所以請各位喔 第一件事情 就是下載 放 如果你本身已經有的話 對不對 那我是建議啦 你乾脆就把 它已經解壓縮的東西 先刪除 然後呢 你再去重新解壓縮一遍 不然因為喔 可能之前有 其他前幾期的 這個同學 做過的東西 那你就不要 你就把它重新砍掉 重新再來練習過 OK 所以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喔 OK OK